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地图我们看一下圣灵公园是什么样的呀 圣灵公园的运动场是一个长150米 框88米的长方形 那我们试着来求一下它的面积吧 那长方形的面积怎么求呢 还记得吗 我们在上个学期就学过了长方形的面积是长乘以框 这边正好是已知了长和框 所以我们直接算一下就行了 用长乘以框啊 那这是三位数乘以两位数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跟老师一起交对一下 顺便列一下自己的计算能力哦 来看一下吧 那150乘以88最后算到是13200平方米啊 注意这个单位平方米 那我们就可以打一下它的面积就是啊 13200平方米了 那这是它面积 那我们已知了它的长和框 我们还可以求一个什么呀 啊 我们还可以求它的 对 周长 周长是我们这个学期新学的知识啊 那周长公事也别忘了 所以遇到这种题目呢 我们不仅要能够回答题目啊 由于多余的时间呢 我们也要试着自己来提问 好的 那它周长的答案是多少呢 你可以自己试着求一下啊 虽然它没有问我们周长是多少 但是我们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下 好的 那这是森林公园的运动场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开始出发了 哦 怎么出发的呀 啊 学校带着同学们统一出发的 嗯 学校呢 有987个人要去森林公园游览 如果每辆车呢 坐48个人一共需要多少辆车呢 啊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在上个学期出发的应用中呢 我们也学过类似的问题了 那我们试着来求一下吧 那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总人数是987人 啊 分配了一辆车是48 所以这是什么平均分配的问题吧 所以我们就用总人数987除以48就行了 那注意一下计算哦 你来算一下 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老师这边呢 已经算出来了 一起来看一下 得到了20辆车啊 有余数 余下了27个人 那余下这个27个人怎么办啊 可以舍去吗 不可以哦 我们不能够把这27个人随便丢下哦 所以一定要一起去啊 那一起去的话 我们就要还要加一辆车 所以最后应该是去了20加一 也就是21辆车啊 打一下就行了 一共需要21辆车 那这边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在出发应用中呢 遇到有余数的时候是需要考虑啊 根据实际情况是舍去还是禁一 好的 那我们接着呢 就坐着游览车去了森林公园了 那到达森林公园之后 我们要干嘛呀 要卖门票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森林公园的门票价格呢 是每张15元 像说如果去的人多呢 购买团体票 比较划算 团体票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说本来是每张15元的 那团体票呢 是可以优惠的 每张的价格就会便宜 嗯 先来说 三年级呢 有160人去游览 购买团体票呢 一共付了 1440元 想问每人可以便宜多少钱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160个人去游览了 那一共付了 1440元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价格方面的就让我们想到了 总价 单价 以及数量 那总价给出我们了 数量也给出我们了 那单价是多少呢 我们就用1440除以160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着除一下哦 那除完之后 我们就需要算一下 每个人可以便宜多少钱 那我们就需要用原本的价格 11元 减去啊 便宜之后的价格 那我们就可以算到便宜了多少钱 嗯 那我们现在来 列一下试子 计算一下 跟着老师一起来开销哦 那我们就用1440元 最后呢 除下来之后呢 是得到9块钱 所以其实购买团体票之后呢 要比原来便宜了 所以我们就用15减去9 算到便宜了6块钱啊 那我们说 我们在列这种试子的时候 应该列成什么试子呀 对 一个试子来计算 那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这边是先算一个除法 后算一个减法 列成一个试子 应该怎么列啊 先乘除后加减 是符合混合运算的规律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把除法和减法放在一起 但要注意的是 它这个9是怎么来的呀 是15减去 所以一定要把15减放在前面 然后我们在计算过程中 看一下是不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试子呢 是先算乘除的 所以是15减去9 最后果然是等于6块钱 所以这计算呢 是OK的啊 是可以算到的 那这个没有问题了 我们答一下就可以了啊 每个人可以便宜6块钱 这里面用到了一个数量关系 那注意了 是用到了价格方面的这个数量关系 另外呢 我们要求的是可以便宜多少钱 所以一定要注意它的问题啊 便宜多少钱呢 我们就需要跟原来的价钱比较一下 嗯 那这是我们进入了森林公园了 那森林公园进去之后 我们看见了什么呀 我们首先到达了大象馆 那大象馆旁边呢 也有小熊 我们看一下 哦 小熊的体重呢 是69千克 那一只大象的体重呢 是它的76倍 求一只大象的体重 那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倍数问题了 倍数问题当中呢 和多多少的问题很类似 都需要确认一个 谁多 谁少 那尤其是实际问题 这种实际问题呢 一看就知道 大象肯定是多的 小熊是少的 另外从它语句上 大象是小熊的76倍 所以谁的76 就需要把谁的这个数乘以76 那要求的就是大象 所以我们就用69乘以76就行了 你可以现在就算一下 那我们这边要注意的是 首先要分清楚问题当中的 多的那个量和少的那个量 如果是求多的那个量 我们就用乘法 如果是求少的那个量 我们就需要用除法了 所以我们这边是用乘法 那就是用69乘以76了 算到结果呢 是6000多千克了 最后答一下就行了 那注意不要计算错误啊 那这个是体重的一个比较 它出现了一个倍数问题 我们只要分清楚 大的和小的那一个 求的是哪一个 用除法和乘法 确定一下就行了 那如果它有问题 不这么问了 我们来比较一下 熊猫和大象吃的食物 我们知道熊猫和大象 它吃的食物 种类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它们食物的重量 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 熊猫一天吃18千克的食物 而大象一天吃的食物的重量呢 是比熊猫吃的19倍 还多8千克 问的是大象一天吃多少食物 那大象呢 是吃的食物多的那一个 而它是熊猫的19倍 所以是熊猫的是18 18乘以19 还多 谁比较多啊 大象比熊猫多 所以还需要加8 那这边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可以单独分析啊 比如说先分析 大象的食物比熊猫吃的19倍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啊 大象是比较大的那一个 是熊猫吃的19倍 那就是乘以19 然后我们就分析 大象比熊猫吃的多8千克 那多8千克的话 就是大象比较多 那要求多的 那我们就要在熊猫基础上 再加上8 所以我们也可以列成一个四字了 先算一个乘法 后算一个加法 那你也可以来算一下了 那在这种计算过程中呢 它的数式计算啊 也就是它的中间计算的过程 都是不写在上面的 那没有特别要求 都是不写在试卷上的 都是需要自己在草稿纸上 计算一下的 那这个不可以偷懒 直接在草稿纸上计算一下 然后算出结果 写上去就行了 那这边呢 就算到了是342加上8 所以是350千克啊 打一下就行了 那一定要注意 把自己的计算过程呢 写在草稿纸上 自己注意一下啊 不要计算错误啊 嗯 那这是我们在大象馆所看到的 那现在呢 我们要去看下一张了 下一张是松鼠乐园 那在松鼠乐园呢 我们发现小松鼠正在装松果 然后它是42个松果 装一罐的 已经装好了 273罐 还剩下798个没有装 为一共可以装多少罐呢 那本身就有273罐了吧 剩下的我们就来给它装一下吧 剩下的是798个 42个装一罐 这是一个平均分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需要用总数 798除以42就行了 那自己注意一下这个计算 得到结果是什么样的 那老师这边呢 只是跟你讲一下 这期题目都是如何解答的 那计算过程呢 我们在乘除方面呢 已经练习过很多次了 所以自己要注意一下 如果有计算问题的 那不要偷懒 多计算一下 那这边呢 我们就算到的是 一共算到19罐 那把这剩下的19罐 装好之后呢 我们把已经装好的 加在一起就行了 那这样一个 先除法后加法的 同样是可以列成一个式子的 那你现在就可以列出来了 那列出来之后 跟老师的比较一下 是否列正确了呀 嗯 那接着我们就是计算一下 计算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否是和之前的一样的 那算到结果都是292罐 果然是一样的 最后同样的 打一下就可以了 嗯 那这是我们在松鼠乐园 看到的很有趣的故事 小松鼠们在砖松果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游览完了 森林公园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从森林公园的入口到出口 我们需要走多久呢 我们需要算一下 回家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那从入口到出口呢 小班和小巧呢 走了84分钟 又告诉我们 如果他行走的速度是 35米每分 问 从入口到出口的路程是多少 那这里是第一个问题 求路程 第二个问题是 同样的路 小丁丁和小鸭行走了70分钟 那问的是 速度是多少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路程速度时间的问题啊 那遇到这种路程问题呢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了 我们最先想到的是 啊 对 数量关系是 那第一部分是 已知了 时间84分钟 又已知了速度 35分钟 35 又已知了速度 35米每分 求的是路程 那路程 那路程等于什么呢 对 路程等于时间乘以速度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84乘以35就可以了 那你注意一下计算哦 自己来试着算一下 最后呢 我们算到是2940米 这是路程 那现在说同样的路 那同样的路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路程是相同的 我们已经求出这个路程了 那 小丁丁和小鸭行走了70分钟 也就是时间是知道的 路程和时间都知道 他们要求速度的话 速度等于 对 等于路程除以时间 所以我们再算一个除法就可以了 那我们算到 用2940呢 除以70是等于42米每分啊 最后答一下就可以了啊 它的路程是什么样的 速度是什么样的 那 像这种两个问题放在一起的呢 我们就发现 我们需要回答外一个问题 才能够接着回答第二个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连在一起去看啊 那 在解答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问题去分析 好的 那这个呢 就是路程问题了 那如果路程问题也没有问题的话 这今天呢 森林公园的游览呢 就非常成功了 那游览完了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吧 那首先呢 我们第一个是 遇到实际问题当中出现了图形的时候 要注意实际问题当中的图形的啊 单位是什么样的 虽然一般情况下都给出我们是相同单位的 但有些题目呢 可能会混淆我们 出现不一样单位的呢 我们就需要先画成相同单位的 然后再算出他们的面积或者是周长 那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学过的面积和周长呢 主要是三角形 正方形和长方形一类的 另外呢 我们在遇到啊 坐上车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个结合实际情况 要进行禁一或者是啊 舍去 或者说去违法啊 这个我们在上个学期也遇到过了 那我们进一步的结合我们这个学期所学的三位数和两位数的乘词法啊 一起来解答一下 在我们进行合并成一个算式的时候 进行综合运算的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一个添括号的问题啊 当我们在计算过程中是先算加减的时候 那如果合并成一个式子就需要给括号了 啊 这是我们在添括号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 实际问题中是否需要添括号 那接着呢 我们就遇到了熊猫和大象的倍数问题 那在倍数问题当中呢 如果只有一个啊 谁谁谁的多少倍 那这个呢 是比较清楚的 但如果啊 是多了一个啊 倍数再加多多少 那我们就需要考虑把它们分开分析啊 搞不清楚的同学呢 就把它分开分析哦 最后呢 我们遇到了一个是啊 路程方面的问题 那路程方面的问题呢 最主要是 一个是分析题目中 已知的路程 速度 时间 已知了哪些量 求哪些量 然后找到对应的数量关系式 就可以了 好的 那这些呢 就是本节课的内容了 嗯 注意一下 如果哪些问题不太清晰的 一定要多加练习哦 那本节课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 明镜 temp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